梁舟祠 唐王之画 有名初赛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 万人山 江地河须 怨阳柳 春风不渡 玉门关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人山 江地河须怨阳柳 春风不渡 玉门关 它在催的 别说小孩不明白了 现在找几个大人 我能明白 梁州 就是现在甘肃那边 大西北 为什么叫梁州 特别的冷 赛上 好多士兵 打仗的人都在那边 蹲着 然后能防止外面 来的人 侵略咱们的国家 所以那边好多人都是一些 将军啊 然后士兵啊 在那边 然后梁州词 其实是什么 又叫梁州曲 是达官显贵 宗室名流为梁州歌甜唱的词 就是同一个曲子 比如说你唱的那个 那个曲子 但是它是好多词可以往里填的 所以好多诗人呢 都往里填了词 这个王之焕 他写的这首歌正好特别有名 梁州词 是唐州时候流行的一种小调 以前也不是这么读 就是所以 开始唱出来的 所以现在这个被古诗 尤其强迫孩子被古诗的 真是脑子 真是太太聪明了 是一种模仿朝鲜 一种很不错的一种 教育模式 就是那种朝鲜儿歌 我可能没有那个那么完美 就是古代也是不仅说话的 就是可能他们 不是用咱们现在这种北京话 去说读这诗 它甚至好多都说 你看它这个 它是唱的 它是有调调的 这首诗写的就是说 那些去打仗的人 他常年在边疆 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 然后就是坐在那 吹着笛子 然后看远处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条黄河Yellow River 石大河中间有一条 叫Yellow River 那天咱们说的 对吧 就是这首诗里边肯定有 当时写这首 这首应该是歌词 这些词 肯定有这个人的情怀 他的感情融入在这个 融入在其中 看到当时的那些景色呀 当时心里边的那个感受啊 对 你觉得这首诗是开心 还是不开心写的呀 我感觉应该是开心的写 行吧 嗯那只能开心吧 他说的是他自己在一个很孤独的地方 看着那个黄河游到很远的地方 然后他想着说 哎呀 何必去吹个笛子 还说怎么杨柳树还不开呀 其实他们所在的地方是一个特别偏远的 你看 这是玉门关 在中国甘肃省敦煌室 还要往西北约90公里处 是一个特别冷的地方 那个地方根本 比如说南方是春天了 春暖花开了 杨柳树都绿了 对不对 那个地方就是一片荒漠似的 他春风根本吹不到那里 就讲的是一种很孤独 一种情怀 战士们 他可能也想回自己的家 但是他必须在那里 保卫那边的一个算是什么 边赛 就是一些诗词什么的 都是很有意义的 等你大一些 好好去研究 好吧 如果说以后还要再继续上学的话 就是说 可能还得背诵 但你不要讨厌这个东西 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但不是这种学法 结合到当时的历史时刻 不理解的话 那纯粹是摧毁脑细胞的那种概念 就很多人 你把它背诵下来的话 是没法去感受 他里边这个感情的 包括我现在可以这么说 你可能也不能理解 等以后你也许能理解吧 因为 很复杂了 以后再解释吧 就是希望更多人又有文化又有修养 而不是把很多东西背诵下来 假装有文化 假装有修养 那真的太糟糕了 我们下次再去看一下 其他人填的两种词怎么填 好吧 就是说之前这些填基本都是英文的嘛 所以咱们也了解了一些中文的东西 但是呢中文呢 因为你之前可能也是背了一些诗啊什么的 那时候也不敢让你不背是吧 那否则你小学就毕业不了了 现在 还得学中文是吧 所以在这 我这样的英文好 但中文有时候就感觉有点变 是 关键我中文也不行 咱们都要学习好不好 希望 希望更多人开始阅读健身 学习思考 我里学这里已经开始 Peace 中文 ecos 空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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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